長期抗疫 我們面臨新的生活 網路上也很多人有很多的問題 討論很多 今天剛好 吳醫師走過在美國的經驗 很多經驗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現場來賓也可以提問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 有很多疫情方面的問題 有哪些問題是大家現在最關切的 你們兩個的問題是 噴酒精在插 他那個問題沒什麼 不是真正大家關心的 等一下我看不懂你的問題 這是問題嗎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朋友一回家 對 他就拍了個照片在臉書 全脫光 他就說他家的 小心加謝晨諺的朋友 很多奇怪的照片 絕對是我朋友 那我一直 因為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模仿他 因為我進家 我們一般人進家門是這樣 就我們一回去 口罩就脫下來了 那我以前甚至誇張到 就是說我口罩 進到客廳我才脫下來 然後後來就是我妹就提醒我說 那你這樣不是把病毒帶進來了嗎 我就想說 我就是病毒 這有差嗎 然後後來我就在客廳 就是外面的院子 先脫下來 然後我再進去 可是後來我又想不對啊 那病毒會不會在我衣服上面 那我就把外套脫了 啊 褲子 我褲子也脫了 因為我看一個 我們之前台中不是有個車站 他出車站還叫大家把腳底先消毒 有沒有 有看那個裝備 鞋子 然後後來我脫到後面就剩一條內褲 我想說好像這樣比較安全吧 然後我就噴噴噴噴 全部噴酒精噴完 我的意思是說這樣會不會有點過頭 還是這樣才是對的 自己外面的東西全部卸下來 全身在噴酒精 這樣子進到房子裡頭 其實我是說應該 這個傳染的途徑 最高的還是以一個飛沫的傳染 所以說是你真的到外面跟人家有接觸 可能真的有被 然後沒有戴上口罩 對方也沒戴口罩 這個機率是最高的 以這個拖光光來說 如果今天是在醫院工作的醫療人員 或者是會接觸到相關患者的話 的確是會建議說 可能在車庫 或者是有一個空間的話 在進到家裡之前 可以這樣子做這個步驟 就是把家裡分成一個是 比較髒的區域 所謂我們英文說 dirty zone跟clean zone這樣子 但如果是一般民眾 出去外面採買等等 已經大家都有戴上口罩 然後其實要看當地 如果大家都一樣防疫做得好 又保持社交距離的話 在空氣中傳染的途徑的機率 是蠻低的 如果你是說 可能噴到身上等等的話 最擔心就是說你又再摸 然後才摸自己的口鼻 所以我覺得該著重的是說 還是不管怎樣 不要再去摸自己的口鼻 是最重要 手勢清潔還是比較重要 至於要不要脫光光 可能是在醫院工作的人 真的會接觸到患者的 比較有這個必要 就是換心 就是梳洗過後 再進到家裡這樣 OK 好 所以這個衣服 一件件可以穿回來 可是我好不容易找到 可以脫光的理由 個人嗜好先放在旁邊 好 酒精再擦 噴酒精再擦的意思 其實跟陳彥是差不多的 可是他會幫我再擦擦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說擦擦 全身再擦擦 然後把這個衣服 就趕快脫掉 我想請問 吳醫師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樣噴完以後 馬上把它擦 他認為這樣比較有效 還是就晾在那邊會比較有效 其實讓它乾掉就好 揮發 自然揮發 這是讓它 就是像我們在美國的話 會告訴你 美國是說60%以上的 百分之60%的酒精就可以 然後還是 但是你要等它整個乾掉的話 這個效果才會出來 美國的話 就不要急著擦 對 然後讓它自己 就是慢慢的揮發 可是可能我在想 它如果噴的話 因為它的擦 是不是擔心說 有些地方沒有噴到 所以它才去做擦拭的 對 沒錯 它就是說這邊 因為可能沒有噴泉 所以它就幫我再擦擦擦 可是我們在網路上面 會有一些迷思就是說 其實你要把它擦了才有效 但是又有一派說 其實你不要擦它 讓它自動蒸發才會有效 所以我們就搞不懂 最近因為在網路上 我們要買酒精 我遇到一個很大的困擾 因為基本上 我發現有兩種 一種它就寫乾洗手 專用的 有一種它就有寫75% 但是它又寫說 非乾洗手 乾洗手的當然我噴了 就沒有問題 可是非乾洗手的 我可以噴在手上嗎 還是它就寫非乾洗手 就這樣而已 但它就是75% 它寫什麼X4用的酒精 它也是寫疫情專用 可是這個我就不懂 那我那個買來我不可以噴嗎 如果沒有注意是乾洗手的話 可以噴身體嗎 手上應該是還好 沒有問題我覺得 只要是%夠的話 可是兩個禮拜前消息會 他們有去測試市面上 有哪些酒精的濕的插布 有真的達到70%還70% 我不太記得的 真的有這個容量這樣子 然後好像只有 因為市面上它不會在包裝上 告訴你它這是百分之幾的 這些插間 都什麼酒精插布 對 所以他們那天就有公佈一個說 哪幾個他們在抽檢當中 驗出是的確有足夠的濃度這樣子 你說60%以上嗎 美國是說60% 但我記得台灣好像說要更高75%以上 然後美國去年一開始也是 大家手忙腳亂 但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慢慢有一些整理出來說 哪一些市面上的產品 是可以針對新冠病毒的 所以後來有這個網站 是可以你上去 你可以輸入這個產品的序號 你就可以知道說它有沒有辦法 對抗新冠病毒 但也是慢慢的 不是一開始就馬上有這個網站 也是大家後來 累積出來的一個資料這樣子 OK 如果有這樣就更好了 因為現在到很多賣場 就會有抗疫專區 有沒有抗疫小物一大堆 到底很難 變這個效果多少也不曉得 像現在很多什麼 很多精油也說可以抗菌 什麼茶素精油 味道是還滿好的 這一些有用嗎 茶素精油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要找一些 Evidence-based 醫學上的資料的話 可能會比較難去找到說 它真的可以來對抗這個病毒 所以還是目前大家熟知的酒精 百分之幾以上濃度的酒精 這樣子的話是比較熟知 確定是可以殺死的 今天謝謝我們現在熟知 來賓的分享 這個疫情現在目前在延燒當中 我們真的是團結抗疫 能夠做到就是把自己照顧好 就是愛我們自己 跟身邊的家人 以及愛台灣最好的表現了 一起加油 下個禮拜再就您開啪了 拜拜 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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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xt